所谓什么叫右翼呢 一个呢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就感觉日本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就是这个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民族 实现历史的传承 日本的军国主义啊 这个五十道精神啊 就那一套 第二个呢 就是拒绝成为 承认历史上一些 被确认的一些重要的东西 比方说东京大审判 比方说对日本二战期间的罪行 进行审判 南京大屠杀 这个危安妇的问题 就是已经有历史定论的这东西 他拒绝承认 他拒绝承认 再一个呢 就是要推翻现在一切 阻碍日本向前发展的 阻碍它成为正常国家的这些东西 比方说宪法 修改宪法等等这些东西 他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你别的国家有军队 为什么日本没有军队 你别的国家能承认常人理事国 为什么日本不行 你们的GDP都不如日本高 为什么日本不可以承认常人理事国 你别的国家可以发动战争 为什么日本不可以 就是这些个东西 所以这是右翼 嗨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黄黄又来给您送礼物了 看到我们以前 这一家建设武了吗 这款战机相信将是未来捍卫中国在东海的权益 长期与日本的交道的一个机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军武道本林微信公众号 恢复事务这个数字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 而我们从后台会随机抽出一些抽奖者 把这款建设武送给您 还有在本期节目的片尾 我还会再次出现 送大家一些